Hello 大家好 我是Ziko 今天要来进行4万订阅特别计划之新家工作室开箱 那我们频道目前已经43,500的5万订阅 所以希望各位右下角影片按个赞订阅一下频道 记得在追踪我个人IGFB粉丝专业抖音帐号 加入频道会员抖内全部给他做起来 那我已经住来这个新家两个月了 毕竟你住一个新的地方要有一个体验期嘛 就像你叫女朋友一定要有个私用期嘛 对不对 我见一个爱一个 腻了就找下一个 哎就是玩 OK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 直接带各位看一下 那我是觉得他装这边的话有个坏处就是 这有点空啊 底下没什么东西 所以我就拿了一个PS5的盒子 毕竟放在这边也比较装逼比较炫 因为PS5现在也是非常稀有的 那这边就是放一些扫地吸尘器的东西 再来这张桌子我个人蛮喜欢的 虽然说他有一点矮啦 毕竟我这个身高 我身高是183 Club 183俱乐部的 你看我在这边坐 吃东西其实他会有点太低 但是呢好像很多桌子都是这样子啊 但也没关系啊 再还有这个沙发 我是非常喜欢啊 它就是一个长度太短的问题 你们看我这样躺着 你们看我这个脚 基本上就是直接飞出去的 它是直接飞一个距离 所以这个好解决啊 用钱解决的问题都是好解决 之后再买一个大张一点的 Here comes the money Here we go 再来给各位看就是厨房最重要的 你生存必备的地方 这个厨房呢 它是附两个炉子 也是蛮新的 那底下有一个烘碗机 那我平常剪完影片工作完毕之后 想放松 对在这边自己煎东西吃 煎什么牛排啊 煎蛋啊 蛋饼啊 或者说做一些事情都在这边 那这边两个酒杯 用这个酒杯喝酒 像上面这些系统柜做得非常棒 白色的 虽然说蛮容易涨的 但是在底下蛮好看的啦 再来就是我个人最喜欢这间房子的地方 就是这个阳台 非常棒 我是住八楼 看出去非常漂亮 我出去给各位看一下 那因为当初那个房东跟我说 这个地方是永久洞聚 外面可能有点吵 永久洞聚就代表说 看出去是绝对不会有房子的 永远不会有房子 突然盖在你面前 之类的 这是一个保证 你看看出去 它可以看到蛮远的地方 山啊那些 晚上的时候也非常漂亮 那你又可以在那边 做一些坏坏的事情嘛 对不对 这张桌子呢 是我人生创YouTube的 我自己用频道赚的钱 去买的第一张工作桌 因为我舍不得啦 毕竟人生第一张嘛 那它蛮烂的非常烂 你看烂货一千多 你看那么软那么软 它太软了 有时候你放一些工作室的 电脑那边 它会凹下去 所以呢 我也舍不得丢 我就摆来放在这个地方 可以放一些水 音响之类的 那这张桌子是我爸给我的 毕竟我刚搬过来的时候 还没有买 那体工学椅 没有买电竞椅嘛 那皇帝椅上面一些 龙的图屯啊 就是一个古董之类的 再来就是我住的地方 给各位看一下 房间 那因为我平常都是自己一个人住 两房一厅 没有到非常大 看出来就是这样 其实它 算我觉得很够 平常待这边的时间也非常少 那我最最满意的地方 就是我睡这边 也是非常棒的 我也是快一个落地的感觉 有时候晚上这边会有星星啊 会有外星人这样飞过去啊 或是说一些有的没的 没有 非常不错 只是说有时候 晚上下雨打的时候 闪电的时候 会有点太吵 但是它这密气窗是不错的 它这密气窗是真的蛮密的啊 那我这个房间 它也是做一个系统柜 其实真的没有很大 但我个人非常满意 看完客厅及房间之后 准备带各位看 今天的这种东西 我平常身材 做影片 玩游一些地方 来 就是我的工作室好不好 各位看好 这就是我工作室 它也没有很大 那我首先来跟各位介绍一下 像我这一区都是摆我的配备之类的 像我买这些3C产品 我都会把盒子留下来 第一个主要是好看 第二个再来就是 记录一下我创频道以来 所有买购的设备 有一种成长的感觉 越买越厉害 那旁边这就是一个去背的绿幕 我之前会去背绿幕 但我在这边是没有弄的 上面就是一些各种游戏片 我还有很多游戏片 只是很多都收起来了 那你们仔细看 我都是用ROG的 敗家之言 都是非常贵好不好 毕竟你身材工具要用非常的低 再来就是这张桌子 这张桌子呢 是去特立屋买的 非常屌 很多那种电竞工作桌子 很多都只是个噱头 这张椅子呢 是亚缩的 非常棒 人体工学椅 绝对不要买什么电竞椅 那些很多都屁话 都是外表好看的装备而已 这张人体工学椅呢 非常不错 它后面这边 它可以把你的脖子 这边垫到 还有颈椎这边都非常的不错 非常棒 做起来非常舒服 这边手把 最吊色这边还可以提 所以呢 我就可以变成一个工作就是 我可以这样子 拉高一点之后 溃在这边 每一个支撑点身体的一些 重要部位都能被顶住好不好 顶好顶满 那我介绍椅子跟桌子之后 我要来带各位看我这里的本体 最主要的东西就是主机 那我这个主机看一下 炫炮RGP灯光啊 一定要的好不好 装壁一定要的 那它可以调很多段 也都是ROG的 还有搭配水冷 你看这些风扇 反正呢 随便调随便用啦 都是用一些很奇怪 很奇葩的颜色 那我的显卡是使用2060 搭配AMD的处理器 R95900X 非常的贵 一颗要两三万 所以我这台主机也是高达了八九万 你们再来看里面那一颗 信仰之眼 水冷 它会一直换颜色 敗家之眼 它叫敗家之眼就是因为它真的太贵了 画下去真的像敗家之一样 OK 那大概这就是我的主机 那这边就是放一台PS5 那因为我的PS5呢 是接着我的截取卡 来 摄影师过来过来过来 我这个截取卡是摆在后面 这一块蓝色的盒子 那也是 这个是哪一个 圆缸系列 我都是用圆缸 像我这个摄影头 也是用圆缸系列 因为我之前是用另外一颗啦 我之前是使用这一颗 逻辑的 那是因为这一颗逻辑的呢 我不知道什么它很多问题 然后后来厂商跟我讲说 这一颗逻辑的问题 我遇到这个问题 全台湾好像不超过100个 它就是莫名的 餐具无法辨识 超奇怪 我找了好多 好多间 修电脑 他都说 他们也不懂 然后再来就是我这个双萤幕 我的萤幕呢 它是AOC的 一个是144 一个是60 我之后应该也会 把右边这个换成144 毕竟两个频率同步 那这边就是我的2K 2K 2K的logo配上2K的这个人 所以2K赶快找我多一点工商好不好 我一直玩你们游戏 工商要包干多的吧 然后再来就是我的主要 我都在这边剪片 我作者给各位看 我作部其实算蛮干净的 就是GTA 还有Discord OBS 录影程式 然后我剪辑软体是使用威力导演 那给你们看一下 我里面其实就是一些素材之类的 没有 各种素材啊 然后是没有一些片片啦 是没有你们想的那些东西啦 你看还有这个阿嬷 pulling 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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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扭 这样子 这样子 这么大子 然后还有这个 再來這個鍵盤是雷蛇的也是那種RGB炫炮的 以前我本來是用邏輯的啦 但是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他怕在家裡偷偷看APM被抓到 他就把這個雷蛇很吵的跟我那個邏輯換 有沒有我這個就聽起來蠻爽的 可以我到現在非常棒 而且他粉紅色真的是很帥 你不覺得一個男生用粉紅色的就是特別的屌嗎 然後搭配這個支撐架 支撐架是在蝦皮買的 非常便宜130塊而已 130塊比我之前用過2000多塊還好用 真的非常扯啊 他可以直接卡在這邊 那100多塊你換了再買一個就好 反正我大概工作都是這樣子 平常就是這樣坐在這邊啊 工作啊玩遊戲開直播都是在這個地方 常看我直播的觀眾應該知道 我經常會拉開創臉 看有沒有鄰居在偷看我 給你們看一下為什麼 仔細看喔各位 拉開 這邊就是 兩個住戶 有沒有看到 尤其是右下角的地方 常常會有一個女生 一個長腿 爆奶 爆乳 正妹 真的每次都在那邊洗衣服 如果我有時候看一下的時候 他就會底下這樣 這樣偷看我 所以我真的每次都覺得有人在看我 我那個心情喔 就是很起伏 就有一種被注射的感覺 不是很舒服啊 所以這個經常我都是拉起來 我之後應該可能會把這個玻璃整個用物化吧 不然一直有那種 正妹看我 其實我也不太 不太好意思啊 我的這個電腦桌工作室大概就是這樣子 我之後應該這片 這片白牆是真的很白 應該放個一些NBA 胡人隊的LOGO啊 字母歌之類的 那底下就是Wi-Fi分享器 所以這片我一直在思考 到底要怎麼去一個佈置 也有可能這邊可以放個架子 放點書啊 雖然說我朋友不會看書 但就是人嘛 還是要裝逼一下 那上面的話 應該可以掛一些球衣之類的 我有想把我的球衣表框 掛在這邊 林智傑啊 或是說弱子 字母歌啊 一些有的沒的 反正這邊牆壁就非常好運用啦 OK 那以上就是本次所有開箱內容了 那我要在這邊還是要感謝各位一日來支持 從零到四萬多訂閱 快五萬多訂閱 從我做YouTube還是個學生 到現在出社會大概已經一兩年了 從我住那種很小的那種小套房 學生套房 到現在有這種兩房一庭 有自己的工作室啊 自己這種分開這種廚房 有時候會覺得很不可思議 但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有一種慢慢往上 慢慢實現夢想的感覺 那可能這就是做YouTube的這種成就感吧 搞不好隨著時間增長 訂閱數越來越多 我也不一定會繼續住這 畢竟做YouTube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到處亂辦嘛 我們就是浪人 搞不好我今天住這 一下住台北 一下跑去一些地方 想去哪就去哪 好啦 反正我剛才說的都說了 我也不知道要講什麼了 反正請各位繼續支持我的影片 那我是ZQO 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啦 掰掰